好来跟进俄乌战局 当前的俄乌战事持续 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的哈尔科夫附近的沃夫昌斯克 俄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此外乌军在15号还空袭了克里米亚 以及俄边境地区的比尔哥洛德州 俄军就袭击了乌克兰南部的赫松市 造成至少19个人受伤 其中3个人的伤势严重 有乌克兰议员就表示 美方对乌军援运输延缓 是俄军近期能够取得战果的主要原因 所以敦促美方要尽快提供军援物资 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市 俄乌双方战狂胶着 激烈的巷战正在进行 乌军防守有恶化趋势 沃夫昌斯克市距离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哈尔科夫只有25公里 攻占此处将为俄军攻势打开新的突破口 俄国防部16号表示 15号晚23点许 俄防空系统在克里米亚上空 击落乌军发射的5枚美国陆军战术导弹 此外15号晚20点至20点30分 俄防空系统还在比尔戈多德州上空 击落乌军发射的2枚法国锤子制导导弹 俄方称挫败了乌方对俄境内目标发动恐袭的企图 据乌克兰方面消息 赫尔松市15号中午遭遇俄军袭击 造成8栋公寓私人住宅 两座学校和一座医疗设施受损 树木残缺不堪 汽车车窗震碎 另有居民受伤 而在距离赫尔松不远的尼古拉耶夫 当天同样遭到俄军袭击 一枚导弹击中当地一个汽车修理厂 引起大火 造成至少6人受伤 另一据路透社15号报道 乌克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 议员拉赫马宁日前表示 由于近期美国军援乌克兰的运输工作 出现了延缓 乌克兰前线战事遭受重大影响 乌军拦截俄导弹空袭的能力大幅降低 并使乌军缺少弹药 是俄军近期取得重要战果的主要原因 乌克兰的组织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 拜登政府认为 未来数月将对俄乌战局起到关键作用 俄乌或将启动谈判 达成类似1953年朝鲜战争的停战协定 俄方此前多次表示愿意谈判 但乌方已在立法层面禁止了谈判的可能 俄方称 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局势 转入和平轨道的前提条件 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 仍是绝对的优先事项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